Ni的應用工程師楊秉堅 今天在這邊替各位介紹我們Ni所向放大器的平台 首先我們來看什麼是所向放大器呢 所向放大器其實就是目的就是在從干擾的環境下 把特定的頻率信號分析出來 我們來看 假設今天我們有一個1kHz的Sineway 它被埋藏在一個高訊Fightnose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幾乎看不到它的訊號 但是這些訊號對我們來講是非常有用的 那我們該怎麼樣去把它懷孕成微小的訊號把它擷取出來了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一下我們接下來是怎麼做的 在Ni裡面其實我們有一個虛擬架構的所向放大器 那我們怎麼做呢其實我們就是利用我們的動態訊號分析的卡片 加上我們的程式語言來做 那程式語言裡面我們提供了一個所謂的Startup Kit 這個是可以提供大家去下載的 透過這兩套東西我們就可以成功來完成 如何把微小訊號抓出來的這個應用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利用Ni的平台跟一般傳統儀器的平台有什麼不一樣呢 首先就是第一個 我們Ni的平台可以提供一個高通號數的一個平台系統 所謂的高通號數就是舉例來說 我們在美國Apple大學有一個使用128個channel的所向放大器 那各位可以想像如果你是用傳統儀器 你可能要跌非常非常高在用非常大的體積 第二個是Ni的彈性跟整合性非常的高 透過Ni的平台你可以去整合影像系統 可以去整合訊號輸出的系統 可以整合碼達控制的系統 除此之外呢 因為我們是建構在軟體語言下 所以我們的功能擴通性非常的強 你可以把訊號抓進來之後 你可以去做一個offline分析或是unline的分析 甚至於存檔、繪圖等等 那相較於其他的儀器 我們每個channel的成本事實上是比較低的 也就是說今天假設你是擴大到四個channel八個channel的所向 我們的成本會相較於別人而來的低的許多 除此之外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今天是channel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的體積明顯的縮小 而且我們的可惜性會比較高 好 那我們大概來介紹一下今天我們會介紹到的軟硬體 首先從硬體部分 事實上我剛剛有提到我們的所向放大器是利用動態訊號分析來做 那所謂的動態訊號分析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都簡稱它叫dsa d就代表dynamic range 我們恩愛的這張卡片我們的dynamic range非常大 我們最小可以量測到128db的訊號 而且它是用sigma-delta-24b的adc來做這件事情 那s部分是我們的每一個channel都可以做一個同步結局 比如說今天你假設是100個channel 每100個channel channel跟channel之間每一個訊號都是同時進行 那a代表什麼呢 a其實就是一個濾波器高通 低通濾波器我們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曲線 把我們的低通訊號進來 把高頻訊號濾掉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aliasing的發生 我們來看看硬體部分裡面用哪些卡片 首先我們在dsa的加圖系列 我們大概有這幾個加圖 如果今天你是需要dynamic range比較大的 而且需要一些output的 你可以選用446x系列 它dynamic range可以到118db 假設今天你是需要多channel數的 那你可以選擇我們449x系列 它最高一張卡片可以到達16個channel 那兩張卡片就可以多達32個channel 而如果今天你只是想要一個小型的 做一個簡易的測試 你也可以選擇我們C系列的某組 它透過USB就可以做到簡單的dsa 訊號擷取的功能 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demo會使用到的 手向放大器平台 首先這是一套pxi的系列 包含了機箱跟controller 那我們今天會用到的卡片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我們今天會用到一張多channel數的 16channel的dsa卡片 除此之外我們的輸出部分用一個 有輸出的卡片 它有兩個output 透過這個output 我們把訊號到我們 另外一個input裡面去做一個擷取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軟體的部分 Ni的手向放大器我們提供了一個 Startup Kit 供各位程式去下載 我們這個startup Kit 是支援我們所有dsa硬體 所以剛剛上述所有的卡片 都可以透過這套軟體去控制它 那這個軟體因為它是建構在列部上 所以你可以結合其他的 現成的一些函視庫來使用 而且你可以直接下載來 你就可以直接來做一個簡單的手向放大器功能 那等一下我們demo也就是利用我們下載的這個startup Kit來完成 好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demo 我們來看看今天我們的demo的 所要擷取的訊號為何 首先我們有打兩個 我們真實的訊號 第一個是微小的散影波它的正幅大概是0.1幅 那第二個是一個0.5幅正幅的散影波 今天我們把這兩個訊號疊加在一起之後 我們再加上一個Gaussian noise 而這個Gaussian noise的訊號非常大 它到了正負5幅真的大 OK 所以這些訊號疊在一起之後就會看到是下面這個訊號 它是一個非常混亂的訊號 一般根本不知道到底這個訊號代表什麼 那我們locking的目的就是去把訊號1 或者是訊號2把它截取出來 首先我們來針對訊號1來截取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reference的signal 也就是說我們要告訴我們的硬體軟體 我們到底要截取哪一個頻率 所以第一個我們來選一個1000Hz 也就是我們的訊號2 是一個0.5幅的散影波 我們要把它截取出來 所以我們reference就給1000Hz 好那我們來看locking後的結果 好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我們locking出來的R值 也就是我的正幅值是500mm 也就是0.5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locking出來的頻率 就是1000Hz 也就是說我們很成功的把剛剛那一群雜亂的訊號中 把它的正幅把它抓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看假設今天我們要抓另外一個訊號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那我們就去改我們reference的頻率 比如說我們把1000Hz 我們今天不要 我們要去鎖10000Hz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改成10000Hz 好 那我們來看看鎖後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他剛從500mm就掉下來掉到100mm 也就是說我們鎖成功的鎖到了我們第一個sign wave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他的頻率就是10000 這個頻率 那NI的locking事實上跟外面locking一樣 我們都有一些可以讓各位去調的參數 譬如說我們今天的filter要選擇哪一型的 我們filter的rolloff有多寬 我們鎖定的相位大概是在多少附近 那NI最特別一點是今天我們 假設我們兩個訊號 同時想要鎖出來 我們也可以提供鎖不同頻率的 一個功能 比如說我們可以同時把兩個不同頻段的坡 全部都鎖出來 那以上就是我們NI Locking的demo 那目前在使用NI PXI的 手向放大器平台 在世界上有許多相當成功的案例 像是在光學生醫的研究 而像哈佛大學也使用我們PXI的手向放大器平台 去建構了一個128channel耐明線的研究 各位如果有興趣都可以上我們NI網站來做一個 研究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